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 王鹤,血色中国年与血腥中共 2月9日,年三十 不幸的是,2024这个中国年沾染了太多的血色 例如,一十日,大年初一,山东日照举县发生特大枪杀案 有村民透露,至少造成21人死亡,两名嫌犯在逃 然而中共对消息全网封禁 2月9日晚八时许,正是央视春晚的播放时刻 河南许昌宇州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嫌疑人逃跑,警方悬赏五万 17日,大年初八,十四时许 河南许昌燕陵县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嫌疑人在逃,警方悬赏最高五万 3月14日三时许,大年初五 青海明河县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嫌疑人潜逃,警方悬赏两万 4岁17日,福建泉州南安一地发生凶杀案 一刚服完刑男子杀害一女子一家 南安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 嫌疑男子已被抓获,其他暂不便告知 过大年,本应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热热闹闹 可为什么在2024年会有这么多血腥,悲剧,惨剧 而且更让民众气愤的是 官方封锁案情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内情 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是不是有天大的冤屈在内 比如,举线特大枪杀案 凶手身份有说是开除的特警或退役军人 有说是被诬陷坐牢如今出狱的复仇者 无论其具体的行凶动机为何 凶手必定是积聚了极大的怨气 且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径解决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选择铤而走险 又如,许昌宇州的重大刑事案件 嫌犯已经56岁 这个年纪在农村就是抱孙子 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 为何会走上犯罪道路 而且不怕影响子孙后代 如果认真追问起来 那么中国社会的残酷状况 恐将被一一刨戏出来 人们要问,中国社会的千疮百孔 黑暗丑陋存在已久 中共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为什么不建立通畅的社会矛盾化解渠道呢 事实上,中共本身正是这些社会矛盾的根源 制造者 中共信奉的是暴力 血腥 它根本不会给你讲理 讲规矩 例如,2021年曝光的铁链女 令全民愤怒 全球震撼 处理结果如何呢 真相在哪里 古人都知道马上打江山 不可马上置江山 中共完全对立 讲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抓紧刀把子 钱袋子 笔杆子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对老百姓肆无忌惮 予取予夺 不准讲普世价值 基本人权 宪政法制 拒绝司法独立 专门成立政法委 同管公检 一条龙办案 制造了无数冤案 虽然也装模作样地出台了行政诉讼法 可以明告官了 但政府作为被告的败诉率非常低 甚至是零败诉 明告官告不赢成 中共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 即使偶尔赢了 政府不理判决耍赖皮 你又能怎么办 老百姓告状无门 申诉无门 民间的冤屈 愤怒怎么消弭 只能越积越大 为化解民怨 中共设立了一个信访渠道 但实际上 不仅对信访设立了非常苛刻的要求 而且信访变成了解访 访民被当地政府抓进学习班 背套黑头套 殴打 罚战 不给饭吃 侮辱等 时不时爆出访民报社门口 集体喝农药等等事件 甚至 2023年 中共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 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 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 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来防范社会风险 有评论指出 这是走毛泽东的老路 1939年 毛泽东在延安成立 中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 整风运动期间 成千上万名干部 被打成特务 叛徒和内奸 所谓犯罪证据 正是中央社会部所捏造 1949年 该部门解散 现在再度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 还是意在加强对内控制 社会工作部就是方方面面地渗透控制 可以说 现在除了网管网监以外 就是加强社会工作部 无非就是维稳 中共不去解决问题 解决民怨 反而高压 严控 这就把社会变成了一个高压锅 压力越来越高 最后就是爆炸 老百姓的冤屈 矛盾 不能通过司法 信访 公共舆论等等渠道化解 还遭到各级党政的玩弄和蔑视 民众被刺激铤而走险 暴力之气笼罩社会 当今社会矛盾的泛滥成灾和极端化 其实也危及了中共的统治 但是 中共早就束手无策了 只剩下最后一招 就是暴力 除夕夜的央视晚会上 中共作战部队首次带枪上场演出 舆论大华 这可不仅仅恐吓台湾 给美国一点颜色看看 更主要的是威吓民众 图穷笔线 要白刀子进 红刀子处 但是 今日中国 民众活而无乐 已不畏死 中共的暴力恐吓 只会让社会上的暴力之气更强 因此 从大年三十开始 血腥杀人场面 在全国多地出现 一个本应祥和的中国年禁染血色 中共就是今日中国最恶的根源 不解体中共 人人最终都是牺牲者 这期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